看到彰化自行车赛 今天清晨盛大展开 这回不但罕见开放车侧中心 普度38度的测试跑道当成竞赛车道 而且首度封闭省道彰化市路段 长约两公里的双向车道 让选手们竞速狂飙 而主播单位也分成了挑战组 以及公路竞赛组 吸引进千位选手报名 挑战极限一较高下 鸣笛声强气 选手们开始加速冲刺 封街自行车大赛来到彰化 从永静出发 清晨天才微微亮 现场就挤满热情的观赛民众 行经摄头飞斗更一路飙进鹿港车测中心 这回赛事亮点之一 就是罕见将圆周长3.5公里的 椭圆形测试跑道变成竞赛跑道 坡度来到38度挑战选手们的技术 不仅如此公路竞赛组 也是首次封闭省道彰化市路段 长达两公里 非常好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大型的活动 其实车友的安全就是所要的 所以我们今天其实进行了 整个道路的一个通路这样子 近千名选手在公路上竞速 场面相当壮观 透过空拍记录实况 同时也拍下从永静到鹿港的 田园乡间景色 特别为我们这一次的自行车赛 封道冯结 而且是双向封道 这个是非常感谢我们县政府 还有警察局第一次 在我们神道上封道 主板南威将这回赛道打造成国际赛事的规格 分成挑战组和公路竞赛组 吸引上千名选手前来标速 不仅要挑战极限 也能欣赏彰化的在地之美 记得了马上封道